2月1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向美国林肯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卡 欢迎师生们多到中国走走看看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年间的友谊 添砖加瓦 美国林肯中学的师生们表示 他们收到这一张珍贵的贺卡非常激动 愿意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林肯中学校长霍塞斯对总台记者表示 林肯中学愿意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得知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 收到了林肯中学寄给他们的新春贺卡 同时也感受到他们记挂着林肯中学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 这也是过去几年来 林肯中学和中国真切情义的充分证明 10名学生 还有我和校长 我们将在今年3月中旬一同前往中国 展开为期10天的交流活动 我们将拜访中国许多城市 开拓眼界 继续加深我们两国人民间的联系 我相信我的中国之旅会非常精彩 我期待感受当地的文化 结识当地人 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随我们一起去中国后 这种影响一定会更加久远 Hallelujah 龙年扎兴 Yoo Hallelujah 谢谢观看